我們要DEMO的是PROPORTION的使用技巧 那這個像是沒有辦法抓握的病人 他只能使用手掌摩擦力帶動輪椅前進 那會有三個項目 一個是FORWARD、BEDWARD還有TURNING 好,那第一個要介紹的是FORWARD FORWARD分成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C6病人 已經沒有LBO EXTENSION的病人 主要使用到的肌肉有 TRAPEZIUS DELTOID BICEP 那一開始的動作就是 腰蚣FLAXION IN TERRAL ROTATION上面 利用Anterior DELTOID 做Shoulder FLAXION EXTERRAL ROTATION 跟ADD的動作像一樣 Shoulder FLAXION EXTERRAL ROTATION ADD 再一次 Elbou FLAXION INTERRAL ROTATION 做Shoulder FLAXION EXTERRAL ROTATION加ADD 那FORWARD的第二種方式是針對C7病人 就是有tricep的支配 可以就做出更大的elbow extension的動作 所以也是一樣動作elbow flexion internal rotation 不然hands reach down 那也是一樣做出shoulder flexion internal rotation 然後可以更大 過程中 教導病人使用don't eat drop的方式推動了你 他就可以使病人增加前進 還有減少推動次數 也可以減少上肢的傷害 就是使病人首先放在輪椅中 稍微後方一點地方 利用重力往前用力帶 使他能夠更順利的推動輪椅 減少傷害 接下來要講的是輪椅backward的使用技巧 backward主要用到的肌肉有trafficius veritoid bicep backward主要分成三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forward的相反 所以就是shoulder flexion external rotation add on the hamstring的前方 這時候bicep用力做出elbow flexion 跟osterior deltoid用力做出shoulder extension 肌肉 flexion 再一次shoulder flexion external rotation add on the hamstring的前方 做出bicep用力 或serial deltoid用力做出elbow flexion 肌肉 flexion 肌肉 extension 動作 那其實動作就是 把手放在輪胎上 輪胎後方 然後做elbow extension 接下來要介紹 backward的第三種使用技巧 它是用於沒有elbow extension的病等 像是C6病等 那使用方法 一開始先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然後elevation 就是elbow被lock住 把它放在輪胎的後方 然後用chervicius 跟lutismanthoros來做 shoulder scapula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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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forward的時候 前導輪往後 比較容易往前 那前導輪往前 比較容易往後 就這樣 就比較容易往後 那就是內側跟外側方向是同向的 但一邊比較大 一邊比較小 像這樣 第二種turning 就是小轉彎 那turning小轉彎就是 外側比較大 卻內側給一種力 像這樣 第三種turning是急轉彎 急轉彎 就是外側跟內側跟力的方向 力的方向是相反 像這樣 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加裝PEX的輪椅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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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這個突出物 只要是用肌力不夠 或ROM不足的病人 都可以使他們不用只靠手上的摩擦力來推進輪椅 那可以先使用PEX 之後再慢慢地進步至一般型的 一般型的 就把手 放在這個突出物的後方 那就用 BISEP跟 ANTERIAL DIALTOY 做出SOLTERFLECTION ELBOWFLECTION的動作 那在使用PEX的時候 突出物對稱 會比較好使用 現在要講的是BADWARD BADWARD一開始呢 就使用PASTERIAL DIALTOY 跟PARIS MAJOR 做出shoulder的 Internal Rotation 放置在 PEX的前方 再使用PASTERIAL DIALTOY 跟TRAPEZIAL 做出DELBOWFLECTION 跟 AGLAR RETRATION的動作 像這樣 接下來是要講 加裝PEX的軟移的TURNING 技巧跟HAMFLYN的一般軟移 一樣 那就是大轉彎小轉彎跟幾轉彎 那大轉彎就是 兩邊內外側的方向移近 但是一邊比較小 像這樣 那第二種轉彎就是 小轉彎 那一邊更有 就是大大 外側的軟移的軟移 像這樣 外側的軟移的軟移 外側的軟移的軟移的方向移 像這樣 再轉彎 接著要講的是幾轉彎 那就是 那一外側的軟移的方向移是相反的 外側軟移的方向移 相反的 外側的軟移的方向移 使用而宜必需具備的技巧 就是使用在當地面齊序不平的時候 或者是病人需要減壓的時候 他就可以使用這個技巧 幫助自己走過那些路障 幫助自己的移部減壓 那現在要新教的是 整天物易力 position 那現在就是請治療師 把病人翹起來 病人就可以依據 治療師可以告訴病人 他的Aless Point在哪裡 病人就前後擺動 好,那如果找到之後就可以放手 然後病人就 治療師用的技巧就是 當他找到Guardian 放手 病人就可以直接 維持在這個Balance Point 好,那現在要登用的是 兒式無力 過程中治療師就是 正在身後 以當Candeguardian的方式 保護病人 那這個分成兩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 上肢支配較強 那或者是輪移較輕的病人 就可以直接以快速 將輪移 往前帶的方式 那如果是病人 比較難做出這個動作的話 可以再加上Hand Moment 在快速往前的時候 走得下來 起來的時候 往後 好,那如果是病人 上肢支配較弱 或者是輪移較重的話 他可以先把輪子往後帶 再快速往前 那這個過程中也可以加上Hand Moment 開始往後帶 快速往前 再加上Hand Moment 再加上Hand Moment 再加上Hand Moment